因為其實烤喘本身來說是一個 或者有時我們稱為氣管敏感的那些 因為它有一些刺激 當然大家會聽到多些的就是塵埃滿 貓無狗無 但其實一些溫度和濕度的轉變 其實有很多的病人 那個氣管都會有即時反應的 可能會突然間好像有些收緊 或者一些痰上的情況 所以夏天因為我們都會經常出入 有冷冷的地方出出入入 而戶外現在因為溫室效應都越來越熱 變得溫差大 變得突然間改變的溫度和濕度 往往會令到一些的烤喘 或者氣管敏感的患者發作 另外我們其中一個的自民原物烤喘 就是一些煤菌 那些煤菌 因為我們香港也都圍處一個 阿爾大地方也都很潮濕 也都近海 所以來講這些本身 也都先條件多些那些煤菌 再加上夏天是潮濕的話 假設它本身來講 那個煤菌的數量會多些 也都令到烤喘的發作多些 當然我們如果有適當的對應措施 大家一定會過分擔心的 所以如果本身有一些氣管敏感問題的病人 或者敲喘 是不受控等等的情況下 我們都不建議吃得太多這些太過冰凍的食物 當然譬如說我們天氣熱 我們都要解決的 去解暑 我會建議譬如說我們飲凍奶茶 我們可能小冰 令到來到的時候把冰移走它 還有不可以有個習慣 立即在雪櫃拿些東西出來就立即喝了 如果有這些方法都做到 譬如說我們都涼了五分鐘 放暖一點去喝 其實問題又不是這麼大的 其實我們希望透過運動 主動去把氣管練軟熟一些 所以譬如說我們會說破烤喘的病人 譬如說有些游泳 瑜伽或者老人家做八段感 其實目的就是希望大量把呼吸氣 大量呼吸 把氣管變回軟熟 那你那個病就會受到控制 所以運動本身對敲喘是重要的 只不過來說 如果一個人敲喘是不受控制 其實應該控制了才去做運動 是的 因為本身來說 其實敲喘 我們一般的控制 其實我們有四部分 我固定而為 最重要就是避免住運緣 找到一個自運緣的方法 避免了它是最重要的 預防省於治療 第二就是藥物 第三 剛才我所說的運動 去練習心肺的功能 第四就是一些東西 冷、辣、酸的東西 沒有吃那麼多 加上就是100% 但是有5-10%的病人 我們發覺 就算它用到一些藥很重的度數 就算我們加上口復類固醇 都是非常之嚴重 包括可能是 晚上都會喘醒 睡不到覺 甚至去醫院 發作等等的情況 這5-10% 我們叫做嚴重 或者是一些較為 難控制一些的 烤喘的病人 其實我們發覺 因為現在我們所有的醫學 都叫精進醫學 Precision Medicine 其實我們發覺 烤喘其實有兩個主要的 發炎的途徑 一個就叫做二型發炎 一個就叫做非二型發炎 如果是二型發炎 其實佔了烤喘大約是50-70%的病人 如果我們有一些方法 找一些叫做生物標記 Bio Marcus 去找到這一種的病人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生物的製劑 或者生物的藥物 可以針對這些二型發炎的烤喘 去控制 另外來說 我們發覺二型發炎的烤喘 病人的器官裏面 有一些特別的細胞 譬如是四酸炎爆血球 或者微球蛋白醫 或者一些叫做戒白素 有四、五、十三 如果我們發覺 有些方法 能夠偵測到病人的烤喘 首先它是嚴重的烤喘 而它亦都有生物標記的話 我們能夠用精準醫學的方法 去找這些生物製劑 可以對點地去醫治的話 發覺成效都很好 當然它給予的方法 它現在是用一個注射 即是它是一個打針的方法 就不是口服或者吸入 通常是兩至四個星期一次 副作用也很少 主要都是假針的地方有些不舒服 但是那些本身來說 如果是屬於適合的群組 即是有一個生物標記 而用到這些藥物 是說嚴重的病人才會需要用的話 可以減少50至70%的發作 減少口服類部巡的依賴 亦都能夠將它的生活質素大大提高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主要留的都是吸入式的藥物 如果是很嚴重的 我們會試一個短期的口服類部巡 但是如果都是控制得不好的話 其實應該盡快去找一些方法 去認清自己有沒有一些生物標記 去看自己適不適合 去接受一些生物製制的治療 目的是希望自己的烤串 能夠盡快受控 受控的話 我們加上其他的因素 包括可能是做運動 或者是一些殖民原的避免 我們能夠做到全體的控制 我們藥物的熱力都可以減少 大家就不用擔心一切用藥 再來 好的 我們 catching這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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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是